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宗灭 孤舟梭丽翁 独调寒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宗灭 孤舟梭丽翁 不掉寒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宗灭 孤舟梭丽翁 孤舟梭丽翁 千山鸟飞绝 千山鸟飞绝 不掉寒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宗灭 孤舟梭丽翁 独调寒江雪 山中的飞鸟都已经掘击 路上 路上也没有半个人影 在一片白茫茫的江边 只看到一艘小船上 有一个白发老人 独自在雪花纷飞的江边垂吊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 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压抑 于是他就借着在江上独自垂吊的老翁 来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感 以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忆与苦恼 柳宗元为了图出主要的描写对象 背景尽量地广大无边 背景越宽广 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 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作者 所迫切希望展现的那种 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 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